在1922年,勒格比利,法国的建筑师,很多建筑现在被列为世界遗产。 但是他当时在1922年提出一个光辉的巴黎,他把巴黎的房子都拆掉,只留下山大河旁边几个宫殿,还有巴黎铁堂。 好在他的计划没有实施,如果他的计划一实施的话,今天没有这个巴黎了。 那即使一个那么伟大的建筑师,他都有那个想法。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常常在专业者作为专业者的迷思。 那我想专业者不要相互的批评。 那也就是说,也许都市计划很伟大,也许公务局很伟大,但是你不能说你的股价毫无价值。 我想这个是一个首要的条件。 那我想今天我们文职委员,我们只能肯定文职的价值。 我一直在强调,因为法给我们的文职委员只有三个任务。 指令古迹,登陆历史建筑,或其他重大思想。 那这件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重大思想的探讨。 但是我们的原则还是不背离到底它的文化价值如何。 所以我是建议今天的决议,这样的话,我想对我们的文职委员来讲,伤害太大。 那我们最多的让步,我想因为在101年5月7号, 我们已经公告时已经有个附带的建议。 我们有建议说,我最低让步,我还是维持原来的附带的决议。 我们不做在政格的解释。 我们只能做到这样子。 因为101年5月7号,也是当时文职委员的建议,也是我们的决议。 那我现在把原来的决议要推翻,我应该用一个决议。 我想这样是不是给大家参考一下。 我们顶多的让步就说,还是维持原来的决议。 我非常谢谢刚才又三位委员的发言。 我想就是说,肯定文职价值缺委员最后的提醒。 我想这也是我们文职委员会审议的一个最高的价值。 那么这个不管是张委员的指教,或者是这个新闻员的肯定,我们都非常感谢。 那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说就专业的立场来讲,他非得呈现专业。 那但是在讨论的过程,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专业呈现,他定可以去把它提出来做检讨。 但是我要跟张委员报告,就是说,林安的指教非常好。 但是我们也经历了这样的三次的讨论。 那刚才委员也提到,我们也聚焦过。 那么再经过工厅会,那最后有人负责。 专业就是负责。 那在这种状况下面,我们也都跟大家承认也报告。 就文职保护,兼募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跟指教。 最后还是一个选择。 所以我也要跟各位这个委员报告。 市长虽然很关心这个议题。 但是他最近几次交代,就是尽力说明,不干预。 我们尊重最后委员会的这个立场。 那么如果说,我们尊重我们三次加一次工厅会,加上今天这样的审议。 那如果说张委员他还是坚持说最后还要提出这个部分,当然我们彼此要尊重。 但是就公开的参与跟讨论里面,我们也要尊重我们整个历次过程跟最后多数的决议。 要不然这样下去的时候,我坦白跟各位讲,我们文职委员会再审十年。 那还是可以提出来啊,这是民主程序的一个机制。 所以我刚才跟这个大家要报告,张伟员提到说你失控。 我跟您报告,我激进也要fuck吧。 但是为什么我都没有动作,我是主席。 我要尊重也引导大家这样的一个民主的游戏规则。 最后我们还是要定案。 那如果说每一次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提案,那我们就不定案。 那就反民主反倒车了嘛。 我们不能够说三次加一次再加上今天五次,那每一次都来一次。 那就没办法。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尊重多数的这样的一个决议。 那么如果刚才这个薛委员的提议,他也是原案的审查人。 我也要建议大家,我们是不是如果说张伟员坚决反对,我们这样做。 那这个东西我们为了避免最后,他还要去做下一步的这个审查会的这些。 因为会议他一定会有一个程序要走。 你讨论完了以后没有坚决反对,那我们还是会有表决。 主席,我必须插一句话。 我觉得综合他们两位的意见,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不可以有这样, 其实他们并不是说不同意一致保存。 他们只是觉得我们文资委员,其实不应该去决定哪一个方案。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这样子的认同的话,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所有的文资委,我们认同这个文化资产保存的价值。 第二个,我们是有共识。 因为交通的等等的关系,应该是暂时一致保存。 我们是同意暂时一致保存。 但是呢,我觉得交通的部分也有责任。 也就是刚刚林巨长所提,我觉得市政府应该就全市性的历史保存。 都市发展跟绿色交通,应该要积极推动优化。 因为你要Promit,你不能说十年不行,可是总是, 你各方面都成,你还是有机会的。 然后应该要承诺,如果这些交通要件改善之后,应该要原地重建。 这个是我记得我们上次的讨论的决议,那也才会有今天嘛。 那如果说又回到像上次这样的话,李斌老师也觉得说, 我们并不是说同意A案B案,而是说我同意暂时一致保存。 我想这个是有共识的,至少对我们来讲。 那其他我觉得文字院委员没有办法去决定你要哪一个方案, 因为你要从最佳方案去着手, 那我们应该是相信所谓的交通专家。 我们文字院委员其实没有这个专业能力。 以上讲。 其实我心里的疑问跟张伟源是一模一样。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到非常多让我至少我愿意承认今天是共识这样的数据。 所以我也同意薛琴老师哥的说法,就是是不是可以回到当时103年。 那由市府依据103年的目的决议,你们去做另外的规划。 因为否则我希望是能够做表决。 因为我希望很清楚地表达同意或不同意。 因为我觉得那么多的疑问在心里面,要我去同意共识,我真的很困难。 主席我想一个程序上的问题。 103年其实是文字会的决议。 他的决议的内容有说是101年。 那决议的内容有说是否可以依照这个决议去做一个计划。 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那所以计划在102年以后一直做到104年也送到文字局了。 但是今天回过头来去讲这个计划要送进来是因为议会的诞书。 那是不是可以说委员绝大部分已经同意了那个条文101的条文是对的。 那原则上我们也送了。 那最后的决策权应该回到市府来主张。 我是附和郭老师刚才说的。 就是尊重101。 郭老师看我有没有听错啊。 尊重101的这个附带决议。 薛老师也是这样讲。 然后呢这个不要让委员们说是2还是3还是4还是5。 但是基于今天这样讨论,郭老师看我有没有说说。 因为我觉得我听到的是我觉得我是很同意您刚刚的说法。 就是今天的移动是暂时的移动。 而且今天的移动是因应101年的决议很清楚。 都市发展及交通规划等议题,研绎最合适的保存模式。 所以今天讨论完,我们这个最合适的叫暂时的移动。 所以才会有一个公法说。 移到这个某个比较空旷舒服又有都市异象的地方。 有一天需要回来移回原地的时候。 其实这个设计施工方法是可以移动的。 所以这是整个来讲。 如果我刚才没有听错郭老师的说法的话。 我是复议您刚刚的说法。 主席对不起。 因为主席已经做财事了。 所以我也想要离开老婆。 身体不太舒服。 我想讲一下就是说。 其实依照我们文化资产省议委员会组织准则第几条的规定。 这个案子本来就应该用投票的方式。 那之前我在文化部的文字会的会议上讨论这个。 跟很多委员讨论的时候大家都说。 为什么你们不用表决。 那我相信是否有困难。 因为表决可能三分之二几有困难。 第二个。 今天主席所做的财事。 我表示尊重。 但是我们看到这次柯P那么雷厉风行。 然后非常有效率的拆了那个高架。 然后让北门重见天日。 就知道以前台北市做出那个高架。 然后让我们的文字隐埋在里面。 然后不见天日。 那个政策的错误。 然后到今天我们就会说。 哦! 柯P是对的。 那时候做那个政策是错的。 没拆钱去冲那条。 现在再来拆掉。 然后让我们看到这个北门。 然后看到北门很多人感动掉眼泪。 为什么? 我就是很不懂。 为什么文字法这么喜欢文字啊?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文字委员告诉我说。 你知道吗? 文字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 存在那里。 告诉你。 他自己亲自。 那个东西。 那个贱物。 亲自告诉你。 他的历史。 你活着的地方的。 这个历史。 那个你是要去非常注意他的。 因为跟你的人生有关系。 我听着我感觉很厉害。 所以我就是要讲。 为了交通、弄车那个高价。 数年之后说。 都不对了嘛。 所以交通的设计。 跟文字的保存。 或都市的发展。 或刚刚我们林局长所讲的。 拜托的。 我们什么保守都想了。 就是没法度。 就是这样。 好,我尊重。 但是留待日后接受公平。 还有刚刚主席讲的。 我们。 我自己。 我主席做财事啊。 我会负担这个责任的。 就是三井仓库要迁移的这个责任。 我的结论是怎样。 谢谢大家。 谢谢委员。 我想。 这个问题。 因为我刚提10年是因为上次听了公平会。 就被。 就是说我们上次那一集里面交通的女分。 所以那一来的交通管理跟交通物件有关的交通的专家。 都觉得有些可能性。 但不晓得。 这个。 所以我才会提。 就由他们来告诉我们。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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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或计划委员会告诉我们。 这个。 未来不肯解决了。 那我就同意了。 好。 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 但我听他们讲。 大概都有。 还有可能。 因为在这个公平会里面。 他们都提出了一些看法。 要努力的方向。 来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我才会有什么。 10年。 这个。 如果10年内。 可以处理。 那我们就尽量在现况的这个。 里面呢。 去做最好的调整。 如果10年内做不到。 这也是预测。 那就是。 只好先移出去。 再移回来。 可能是三十五天后。 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在这个交通这个部分。 我觉得还是。 我一直觉得还是有疑慮。 为什么还是会有那么多的交通方案在这里面绕来绕去。 就是不清楚。 那当然我也不清楚。 所以有大概。 唯一大概可以接受的。 那就是都教委会。 最后给我们一个答案吧。 就是说。 十年内。 用任何的方法呢。 大概都处理不了这个事情。 那我会。 非常。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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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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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